2024年三集线材介绍 今次与大家试一款欧洲新品牌电源线 叫做 Audio Engineers 牌子是新,技术是新,连样子都很新 有黑有白有笨边,还会亮灯 价位两个系列,由几千元到两万有爪都有 新牌子要响朵,通常都会出尽十成功力 让用家觉得抵卖 而今次这支线,它的声音最吸引人的地方 相信都是很多发烧友喜欢 不知它的声音表现又是否适合你? 它会着灯这些东西又是什么解救呢? 今集就与大家详细试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人 欢迎来到VivaSun.com 今天与大家实试的产品 就是2024手炮线材三部曲的第二集 就是介绍这个来自英国 Audio Engineer 的两款电源线 正式介绍之前想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拍得挺好看的话 不妨给个赞 或者考虑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点鼓励我吧 实试这两款线材一黑一白,黑白相杀 开箱很简单,马上给大家看看 起前面了,开箱了好吗? 白色的包裹当然是白色的线材 首先有一张,哇,这个是什么? 这么有趣的 其实是一张证证 其实是Forsfield 4D Handmade in EU by Audio Engineers 对了 是一条笔出来的 好,脱了它了 哇,哇,也很浮夸一下 我觉得很漂亮 它有四条心,四条心? 好,我开了,我快速开了的另外那些 Forsfield 这个型号有4D 有3D 3D,不是33D 4D就是四条心笔 3D就是三条心笔 但这个头仍然是一样级数 可能那些线比较贵 所以我们有标准版 哇,标准版是标准到这样的 你看到就不是笔了 是一条过的 但头仍然是同样级数 好,基本版 有白就只不然有黑 这个就是,哇,名字这么熟 Light Speed 4D 拿出来,哦,OK 4D 大家看到,都是四心笔出来 这个头仍然是熟口熟面一点的头 有4D,有3D 这条线是轻身很多的 而且这些笔线,走线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它很容易走线 好,开箱来到这里 新牌子,怎样都要简单讲讲背景 品牌是来自英国 但它的线材全部都在欧盟生产 不看回联络地址 另一个联络地址是来自斯洛伐克 相信线应该都在斯洛伐克生产 Audio Engineist 主要是生产线材 还有一些挺特别的音响附件 有些像豆袋一样的Damper 用来吸震、加震和教声 而我今次实试的就是它们全线一共两个系列 6条电源线 便宜一点的系列是黑色 叫做Light Speed 而贵一点的系列是银白色的Force Fill 两款线材分别有一条过的标准板 行三条的3D 板 以及行四条的4D 板 4D 板便是旗舰 跟大家简单讲讲两款线的技术 这两款线都是用一个叫做平衡双芯螺旋结构 来制造的 道体是纯铜、道石、多股线 而这种平衡螺旋设计的结构 因为对称显 厂方说可以减低对交流电上位准确度的影响 同时这个结构亦可减少杂股效应 降低电阻 它的IEC 电源插和美式插 金属接点是用道鲁银的纯铜 厂方说明道电性能道鲁是比道金好 线的外层方面 就是用一种叫做双纳米螺旋外层 听名字都不清楚是什么 主要是用一个金属化的罪合物薄膜 这个金属薄膜厚度是500纳米 功能就是防止无线电频率 以及电池干扰进入线材内部 而所有的Audio Engineer 的线 都是用无罕接的方式制作 人手制造 而黑色会发光的Light Speed 电源线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电源线里面 是加了一些电子零件 可以过滤到市电 即是交流电里面的直流电 即是可以隔了一些DC 黑色的Light Speed 三条电源线 基础版的总粗度是12G 三条心扑出来的Light Speed 3D 用更漂亮的全独立平衡的4心螺旋结构 总导电环切面就粗到9G 而去到旗舰的Light Speed 4D 就用到全独立平衡的 双4心螺旋结构导体 总导电环切面是6G 接着来到银色 头很漂亮的Force Fill Force Fill 的电源线 就是用这个叫做 我用翻译机译出来的 叫做磁船磁场技术 那是什么呢? 厂方解释 这个电源线的插头里面 是包含了一个多极铝磁 是可以有效地减少电线周围 电磁场的影响 亦都可以补偿电磁场的差异 减少到这个电压的尖锋 即是Voltage Spice 至于这个闪亮亮的线身 聚合桂养丸绝缘管 这种绝缘材料 是拥有更低的介电常数 是可以做到一个更好的保护 至于这个非常靓仔的插头 全只用实心铝合金来制作 Forsifil 的基础板 线芯是11G 3D 板是6G 4D 板是5G Audio Engineer 这一回合我全部都是Forsifil 三条Forsifil 我全部都插上了 最好的那条我给了Bolder 866 Integrator 合併式口音机 其他那些就是Sauce Manator 的 UDP-900 我两边都会播放 Digital Renderer 就是 俄罗尼的 RSG2 Rune Core 就是 Silent Angel 的 RAN 7 V2 喇叭大家都看到了 ATC SM-19 我自己在这个位置 应该会比较容易听到分别 但录音就不知怎样 我即管录下歌制给大家听 明镜池醉冷醉深澳南绿的海 也许一天我变着疑水再疑爱 这都不对说在你口里 但也不敢翻翻最几句 但录音不满意 This day i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worse than ever said I can hardly wait to hold Feel my heart around you If your heart Never could yield to me Please don't put your lips So close to my cheek I thought for once it couldn't go wrong Not for this This is how the story ends I'll let her turn me down 现在转了线 Light Speed 这条线就有光了 但也不要紧 最重要是听一下声音 现在就录音了 Red Rose is true I see them bloom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ho can say if you love knows Press your heart I go there I know I know I know It's good It's good I can't let me see Your love It's good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男人也不及家人也不及 很多理解 我誰都變態 我都忘記了 我始不知怎會拿筷子 我們再控制 我誰知 沒了飛士 他始終不 先說一下聲音 首先兩款線材聲音的聲音是一樣的 不要以為一刻一白聲音會藍原不切 其實是差不多 先說貴一點的Force Feel 首先聲音是很有勢 很多Details 這是他最大的特色 但放心不是只有高音多 而是細節多 這是兩樣東西 而事實上 細節也不是只集中高音的部分 就算去到人聲的細微變化 例如咬字吐氣 情感表達 都一樣聽得很清楚 而且還有一股溫度 有一股質感 而低音亦做得很有層次 這條線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聲場都很闊 很深很闊 所以立體感非常不錯 特別是聽一些古典樂 爵士樂 或者現場錄音 這條線換下去 都會有很明顯的幫助 最後還有一件事頗重要 很多線都沒有 就是高音的那種高貴感 當然 去到最貴的那條 即是4D那條 才有這種感覺 插著Bolder一部抗音機 有氣有力之餘 亦令到聲音有所謂的文化 做到不僅是大聲時有氣勢 中音量亦能夠聽到所有的東西 至於黑色系列 相對便宜一點的Light Speed 最大的特色就是分析率比較高 同樣是幼細 但感覺上這條線沒有那麼多花巧 整個聲場的演繹都頗闊 但稍為近一點 受惠這條線可以過濾DC 所以高頻的沙石和毛燥感都會減少 背景亦算很靜 特別又是最貴的那條4D 背景非常靜 說了它的優點和特色 有什麼不足的地方呢? 首先都是那句 新牌子來的 需要時間給用家建立信心 另外說回Force Fuel 它的插頭大小比標準的更大 所以用起某些拖板和排鬚 它有機會太大頂住旁邊的位置 以今次實試Audio Engineer Force Fuel 系列的電源線來說 牌子是新的 但聲音真的做得挺漂亮 我相信大家去試這個線材的時候 應該都會有同樣的感覺 值得去聽聽的 好了,今次的二選一提簿 很簡單、很直觀 今次實試的兩款電源線 一黑一白 一般來說,線材都是黑色的 但有些人喜歡白色很帥 但有些人覺得白色不耐弱 你喜歡線是黑色還是白色呢? 不妨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好了,下次再和大家介紹一下 還有不同類型的線材 線材三部曲還有最後一集 下次再見,再見 拜拜